岳飞不愧是人间清醒第一人 对于小岳侯犯下错误后的辩解 看得非常通透 原来林布宜去梁府查案 正准备问梁霞幕后操纵的人是谁 不成想梁霞直接被梁州墓射杀 随后林布宜带梁州墓进宫面圣 一进宫殿梁州墓便和文帝诉苦 称梁家败落 两个兄弟不成器 绕了一大圈 文帝实在是听不进去了 反问这一切和他射杀梁霞有什么关系 也知道你们梁氏之苦 可是 至于眼下这个案子 有何干系呢 太子无缘无故地受了牵远 惹得一身的污名 难道不应该让紫正 糊涂了梁霞 问个究竟 审个清楚吗 面对文帝的质疑 梁州墓丝毫不怕 而是语众心长地说 这件事继续查下去 恐怕对大局不利 文帝此时应当是已经猜到了 背后谋划污蔑太子的人是谁 他让梁州墓退下 随后问林布宜 对这件事怎么看 当林布宜说出自己的想法 不成想文帝 却有意包庇背后之人 将问题推倒太子妃的表兄身上 已经知道这一切 是谁所为的林布宜 怎么会就这样让事情过去 这背后主谋是谁 想必陛下 已经心知不明 永乐宫内 岳飞甩了小岳侯一巴掌 明明自己再三说过 不要做这些犹如岳士的事情 怎么就是不听 小岳侯只好说自己做的错事 一人承担 绝对不会连累到他 就凭你 还有脸说不牵连我 你的脑子够牵连我吗 岳飞质问小岳侯 为什么要做出构陷太子的蠢事 这个时候小岳侯还在狡辩 自己就是看不惯 明明月室曾经锦衣玉石 结果和文帝一起起兵造反 一大家子只剩兄妹两人 好好的日子落得如此下场 小岳侯纷纷不平地发言 却没有让岳飞认可 说得你好像不曾从中获利一般 我 回忆人之下 你 溃为外戚岳侯 锦衣玉石 紫袍惊怠 怎就令你不服不愤 小岳侯的心思 岳飞怎么会不知道 他告诉小岳侯 如果不是文帝宅新人后 他的所作所为 多少个脑袋都不够看 小岳侯健壮 只好把话题引到岳飞身上 称三皇子没有被立成太子 皆是因为岳飞不是皇后 企图让岳飞极度宣皇后 从而和自己统一战线 为三皇子谋划未来 我呸 我可是牛眉正举的原配 不是小宿 你需要将你的那些委屈 强加到我头上 你想当国舅空的天 我可非当太后没兴趣 口口声音说是为了我 为了三皇子 实则所有的公众 都为你自身 岳飞丝毫不客气地戳穿 他虚伪的嘴脸 细数着他这么多年的所作所为 文修军驻毙 传令官寒武之死 都是他的手柄 然后更是问出 当初孤城城破 是不是他故意以仗气为借口 故意拖死或冲 岳飞的话一出口 小岳侯变得慌张起来 他连忙否认 不成想岳飞和他打起了心理战 称他做的事情 林布宜早已查清 他到现在还问你身上说 那是因为给我岳飞颜面 我该以自首的机会 面对岳飞的咄咄逼人 小岳侯终于将实话说出 当初接到救援的信号 他派人前去查看瘴气 得知瘴气对人体无害 但是他想要陷害老前安王救援不及时 所以杀了前去查看的探子 我便杀了那对探子 可薛月两家不目已久 老前安王又怎会信小岳侯 阿昊 你害我 我这是在害你 我分明是在帮你 我分明是在帮你